青春總有著萬般自討 在今天的北京 有三位青年創業者 他們一邊追隨時代浪潮 一邊保持著獨立思考 為青春譜寫著各自的華彩 我覺得青年者一定要有一個力量 永遠是行動為先的 我們還沒有純屬 底層的科技進步 站到老百姓後半整個角度 它更便捷 所以我們希望田園的這種 能對中國帶來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自己的價值會更大 那些創業途中 經歷過的炙熱 寬疼 孤獨與不安 都顯露出蓬果的生命力 和你我一樣 他們在大雨滂沱中奔跑 在太陽炙烤下談到 在剛剛過去的夏天 嗨酷2023全球創業大賽的召開 備手矚目 比賽現場佼佼者眾多 其中不乏青春髒氣的臉龐 這場人才社會 在今年暫時落下為命 可是有很多嶄新的故事 正由此發生 1990年生日的虛心 就是故事中的藝人 他和團隊 憑藉一池多新的技術 輸獲本次大賽二等獎 我像很多人看到你第一眼 會不會就說 你的頭髮怎麼全白了 很多人有這個驚嘆 那你為什麼不去染呢 就蠻放鬆的 面對真實的自己 在33歲的虛心看來 人生或許已經積累了 一些高光時刻 創業8年 公司已達數百人規模 被國家工信部評為 軟件定義存儲領域的 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 申請和獲得超過 570項自主知識產權 還參與制定了 雲存儲技術標準 和分佈式存儲技術標準等 一系列國家標準 可去心真實的工作日常 確實 那如果我們的720的話 通常都能夠 然後去規定問題 開會 這個小巨人會 都是涉及到跨相關的一些命令 開各種不同的會 大家對業務連續性要求在變高 每天處理大大小小 無休無止的事物 所有思考的維度上 你要加一個維度 就怎麼切別 這讓33歲的他 在大家眼中看起來顯得 我說這個年紀大了 這麼大的創業也不容易 怎麼會有人頭髮這麼白 這個90後是90歲之後 你覺得我照著還是怎樣 對 對 對 我開訪的那個是西洋文院 新的那個院區建設完之後 然後更新了他們的醫療設備 這個數據量要增加了50%50% 我想確認一下 32排改64排 最明顯的突免 第一大挑戰是容量還是性能 歷經工業革命 信息革命 尤其是進入5G時代後 物聯網等新興技術與產業 深度融合 海量的數據每天成幾何倍數增長 傳統的網絡存儲數據 採用集中的存儲服務器 存放所有的數據 不能滿足大規模存儲的應用需求 而虛心和團隊專注在做的 軟件定義存儲 就是把數據分散在多臺 獨立的通用服務器節點上 用可擴展的系統結構 來解決存儲負擔 本質上來說就是 我們通過算法 然後調度不同的硬盤 這個硬盤就像框框一樣 然後讓用戶的數據 能夠不局限在一個欄框裡面 然後它的所有數據 是可以在遠端或雲端去流動的 那任何一朵雲 或者任何一個籃子把雞蛋打碎了 但其他的你的數據 可能還在其他籃子裡面是有存放 第一 你的數據永遠不會流失 那第二方面是 你可以想像這個雲端是無限大的 因為你不斷可以加框 然後丟新的雞蛋進去 所以你的數據可以無限地去擴容 第三個就是 比如說你要一秒鐘取十個雞蛋 如果是一個框子 你可能手就伸不進去 那你現在可以有十個手 同時從每個框子取一個 那所以你的速度變快了 軟件定義存儲 這種全新的存儲技術手段 保證了數據的高度安全性 打破存儲規模 定義限制 且能長期保存 還大大降低了 有一個IT建設的投入成本 奔著數據長青的目標 八年來 虛心和團隊贏得了眾多榮譽 那些奮鬥庫的時刻都歷歷在目 今年Haiku大賽中的獲獎經歷 也讓他十分難忘 Haiku這個獎其實很沉澱澱的 它實際上從海選到副賽 到最後的決賽 實際上一直都是很緊湊 你很難講 不緊湊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優秀的 科技創業者 到了現場 我真的面對這些老師的時候 聽我問一下問題說 你們針對小文件是怎麼優化的 我說這真的很專業 因為海量的小文件 是存有這個業界的難題 Haiku讓我非常記憶猶新 給你一個舞台 能讓你站在聚光燈下 讓大家看到你 我覺得對創業者 是一個莫大的鼓勵 我覺得在素化轉型的過程中 我們也能想到的 比如數據的統計管理 數據的這種全員的互聯互通 讓老百姓能夠 對吧 少跑腿 特別的患者 少跑腿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快 今天能約到就不要趕明天 細心和團隊把科技創新成果 投放到了很多關鍵領域 醫療是他們經歷投入的重中之中 雖然考驗不斷 但意義非凡 對於醫院來說 我們就一定要保證 業務系統的穩定可靠 數據不能丟失 這個數據一旦丟失 患者的這個診療過程就沒有了 存儲這個設備的穩定可靠 甚至存儲設備的這種效率的高低 都會或多或少的影響到這個過程 所以它是作為一個基礎設施 在支撐醫院的整個醫療服務 通過使用這種高可靠性 高穩定性的存儲設備 其實就解決我們老百姓 就醫過程中所遇到的 所有的數據支撐的環節 方便 快捷 準確可靠 同時這些數據 未來還可以做院間的共享 我們非常歡迎這種新興企業 或讀者享受企業的 新技術的應用 技術迭代 不停地升級 新興的個人成長之路也是如此 總是一副神才奕奕樣子的他 大腦運轉的速度和輸速 讓人有點應接不下 小時候其他的一些家長 或者一些長輩會怎麼評價你 跳皮 不聽話 然後能說回到想法太多 那個時候其實對很多東西感興趣 對商業感興趣 對這個世界怎麼運行呢 我高二就想錯學去創業 當時想去做數據中心 IDC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們校長當時勸我說 聽說你想通過你自己的 好像很天才的技術 然後我不認為是你想掙錢 我就認為你還是想跟別人不一樣 然後他就說你可能沒有這個代價 承受真的不一樣 就是說當你的同學 都獲取了額外的知識 我只是大學 然後更系統化的知識 你可能跟同學就沒有共同話題 沒有共同的經歷 你是否能承受真正的不一樣 我思考一下 好像不行 想法太多 好像一直蓬勃在虛心的基因裡 並伴隨成長 中學時自己寫網站 大二就邊讀書 邊來北京頭部互聯網公司工作 22歲一畢業的他 就開始以首席技術官的身份 嘗試創業 實際上那個時候不會想說 我要幹多大的事 要我要掙多少錢 就會想這不是激勵點 技術背後 神奇且巨大的吸引力 可能才是技術男的 真正快樂圓圈 因為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 因為跟大家在一起 感覺到開心 坐下 我平時都是躺式辦公室 我在這兒特別懶惰 這是一個跳繩 但有時候會因為一些興趣 寫一些自己的贊碼 對 有時候會說 可能沒有廁所的工具 就自己寫一個 保溫杯也不是 那個杯子也是數據驅動的 它下面有個芯片 然後它可以準確地知道 我每天喝了多少水 如果喝不夠的話 它就會報警告訴我說不行 創業者總是在理想 與現實之間尋找答案 伴隨冒險經濟而來的 還有接二連三的危險信號 18年我們就立向了一個 面向新一代的高性能 存儲的預言 面向AI 面向科研 面向這種東西 然後我們代號叫X18 實際上來說 比如說我們調動了50%以上的研發 去做這個事情 那個時候因為這一塊 基本上都是國外大廠壟斷 我們在前幾年的發展 我們覺得我們其實 有具備衝擊它的能力 在高端的產品市場的批評上面 我們會認為是一個 很好的經驗的攤影 但是其實可能最後看 結果在並沒有印象中 那麼樂觀 所以我們有多不樂觀的 就是投了一個團隊做了一年 然後我們後來把這個 這個項目給禁止掉了 大段時間 大批人員和大額資金的投入 也因為當時的市場客群接受賭低 造成了項目不得不主動關停 這是一段讓虛心和團隊 至今回想起來 仍覺得如履薄冰般的艱難 我先說這個故事的結局 這個故事的結局是在 我們今年發佈了這個新的產品 我們在兩年間重啟了這個項目 然後繼續地在之前工作的基礎上去做 那今天我們的產品能領先 是因為說你投入早 但是你節奏還是控制住了 你想想一下如果說節奏不控制住 那你可能那個時候已經接不開鍋了 但我始終認為 那我也沒有資格坐在這裡去談論 最困難的時候 因為那就是不可原諒的錯誤 就對科技企業就是那麼殘酷 就是你對一個科技趨勢判斷錯誤的時候 你沒有存活下來的空間了 我覺得這就是創業公司的一個必經之路吧 試錯的過程 並不是說就沒有沉澱成公司的資產 只是這個資產可能 並沒有呈現到我們的財務目標裡 對吧 但是其實它是一個無形的財富 包括為什麼現在還能在今天五年之後 還在提起這個時候 說不大家還是有這個願景 就這個業一直在激勵著我 就是創業 它核心不在業在創嘛 你敢去創造 你要說想特別清楚 你才去做一件事情 你很難創造的 所以無力和沮喪感是事情的一部分 但第二部分其實帶來很大的成長和成就 一家以輕益力量為主導的科技企業 被這樣一群樂觀且有擴大精神的人們守護著 於他們而言 夢想最珍貴也最堅固可摧 讓我們的一群立絕 奮力向前 奮鬥在北京 他們的夢想也在被這座城市守護著 北京有很多實在的政策 所以說人才引進 然後甚至說你在這兒 也能夠說很便能力的 還是那個跟協會跟企業跟政府 有良好的公共渠道 甚至這個渠道是指動的 你被納進去 你被邀進去 就讓你能夠無慮地去做好你的科技創新 同為科技創新工作者的李志強 也一直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和時代對話 這個夏天 李志強與團隊 憑藉全球領先的光譜芯片 極多維度感知方案 從海庫大賽5705個參賽創業項目中 展露頭獎 一局彭得一等獎獎杯 賽意而歸 真正拿到獎那天 還是挺激動的 就在那麼多的優秀企業就能拿到 我覺得對我們是一個認可 在去之前就有很多人聯繫 說我們這兒有一些什麼什麼樣的活動 很頂級的那些投資人說 對你很感興趣 我們能夠約一下見面 其實就從入場開始就有 好,謝謝你 好,謝謝你 李志强 成绩斐然 而后去往国外名校 继续攻读土木与环境工程硕士和博士 自2004年24岁开始 李志强就参与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能源部与环保部等多个科研项目 他曾研发出世界上最小的 微流体微生物燃料电池 新型聚合物改性纳米铁材料 基于光谱芯片的液体分析传感器 海外求学和工作看世界的经历 让他更沉醉于搞科研这件事 究其原因 他总结自己是因为 好奇心嘛 什么事情都喜欢 看个究竟 看个究竟 而且对事情呢 他没有说上来与生俱来说 我要拒绝 所以很多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会看得足够远 比如说光谱芯片这件事 在我们做的时候 根本不是热门赛道 双肩包 黑上衣 牛仔裤 典型技术男装扮 声音不大 语气和缓 脸上长挂笑容 这绝对是个好说话的老板 可是到了核心技术研讨会的现场 给它创造的价值是什么 创造这些价值 有没有其他的手段 这东西能不能做 这本质是什么 你给客户创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你当时做的这个样机有啥用呢 就说明它没壁垒 李志强习惯用缜密的逻辑 审夺遗切和核心技术相关的话题 我们就是看这个项目 值不值得干 这也常导致 医务科技的会议气氛 显得剑八五张 他比较能去抓住 事物本质的一个东西 去用真正的一些思维框架 去推导 去挑战一下 前人没有去做过的一些东西 眼前这块不足一厘米宽的光谱芯片 是李志强和团队 十年科研智慧的凝结 方寸背后 潜藏着巨大的科技能量 这个芯片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我们原来看这个世界 都是这种大型的光谱仪 就是包括我们了解这个星球啊 太阳啊 就原来我知道这个 太阳发射什么样的光 我就知道太阳上有什么物质 通过这种方式来做 那以前都是很大型的 像一个屋子这么大的 这种光谱仪 比如说像这个早期的一些物理学家 什么爱因斯坦 他们其实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去看这个世界 那我们其实是把原来 这种大型的光谱仪呢 通过芯片化 做成指甲盖大小的芯片 来去探索这个世界 这么一个感知的方式 我们通过芯片的光谱仪呢 最终做成了我们的传感器 这传感器里面会加入 我们的一些算法 在实际应用中 我们去用通过传感器 去做这个物质的测量 这是我们最核心的部分 叫核心智能引擎 说白了 通过这个传感器 我就知道某一种 比如液体 气体 固体里边 它有哪些物质 什么分子 这些分子的浓度和含量是多少 今天 李志强要驱车前往 距离公司120公里处的项目现场 他要处理一件要紧事 这鱼率确实还是偏高 可能其他的 我看其他的指标 目前看起来还是正常的 但是鱼率是有点偏高的 李志强此行是为了查看 自研水质监测设备的运维情况 以应对未来一周 可能到来的暴雨威胁 引用水安全 是公共安全里的一项重要议题 也是李志强和团队 科研精力投入的重点部分 目前 由他们自研的 智能水质监测设备和平台 已经覆盖到国内多个城市 利阳市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 基本上是代步镇的 中心偏南的一位 因为南部是山区 供水的范围就是从水厂 然后到山区往上供 因此就建了这个站 眼前的这个水泵站 为附近山区两万多居民 提供饮用水保障 24小时不间断运行 为了确保居民用水安全 当地水务部门还在水泵站里 安放了智能水质监测设备 有些时候载水公司 它的监测频率的其实也低的 正常的指标是一天测一次 它有些数据是掌握不到的 有了水质芯片 我们现在测的频率很高 对于有些数据呢 水泵局主管部门也会定期的 把相应的数据公告给 我们区域的这些老百姓 这样的话老百姓 对整个水质的安全 其实也是有了解的 查看闻水质监测设备运维情况 也收集到了当地的实际使用情况反馈 李志强又接着赶回公司 和团队讨论产品 进一步优化迭代的可能 长期以来 李志强习惯用敏锐眼光 于细枝末节中 探索无穷尽的科研可能 建立大量光谱分析数据和AI算法 通过极小的物理体积检测模组 实现专业难度极大的 物质化学成分检测 一路走来 李志强和团队 拿下多个行业第一 也成为了唯一 比如成为全球唯一将微流控 与微光谱芯片完美偶合的公司 成为目前全球唯一能够实现 大规模量产的超宽光谱芯片的公司 一代表某些方面的绝对先锋 也象征着万物之始 创业前 李志强在海外学习工作 积累了不少经验和资源 可他却选择了离开 当时看上去还不错的舒适圈 当时其实是有两条路径 比方说我可以留在国外 是吧 感受当然所谓比较前沿的这些技术 但是你还是选择回国 来做这件事为什么呢 如果在海外呢 其实我们可能也就是 一堆创业的公司里面的 其中一家 但我们希望就是说 这样的好的技术 前沿的技术 一方面是借助中国的 一种快速发展的这个指导 另外就是我们也能给中国带来 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价值会更大 国敢做出归国创业决定 热烈地准备施展拳脚 一些鸿鸿之志 没想到 伊牧科技迎来的第一个挑战是 还是会受到很多的一些人 甚至是这个领域专家的一些质疑的 甚至一些公开的一些质疑 一类就是技术上的 就是你这技术到底能够做得出来啊 是不是靠谱的呀 是不是假的呀 实际上来讲的话 有人一旦开始质疑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导致后边所有的一些案例 包括一些融资的推进 都是很困难 你要去证明它是错的 我们是对的 那你就要去跑断腿 当然觉得就是很不爽 很戏份 但是就是冷静下来了 你就把自己的这个要做的事 就一步一步就列下来了 你首先要证明 你这个技术本身 是在学术上是靠谱的嘛 第二呢 我们就找同行评议嘛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也发出来这个邀请 就是你要觉得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来我们这儿 然后我们去看 你认为哪有问题 我们去做测试就好了 其实就这三步吧 就基本上就把这个就化解了 然而 但是这只是创业打快升级中的第一关 创业第三年 李志强和团队还正处于技术研发阶段 产品没出来 也就意味着没有商业化机会 没有收入 但是在那个节点 我们其实钱已经用完了 在17年的10月份 11月份的时候 经历了大概有半年左右 有一个非常非常紧张 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 也包括我们自己做了 这个创业之后的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裁员 到现在以后也就没有再有过了 但是那是唯一一次 裁掉多少人呢 当时 本来人也不多嘛 其实我们在17年的时候 大概也就十几个人 十四五个人 我们大概才到了三分之一多 觉得还是大家一起走来 真的有一天要说 因为我们资金的 这个紧张的情况 要说再见 其实真的有点觉得对不起 有点觉得不舍 也不是他们的错 还是挺煎熬的 经历了漫长的创业艰涩时期 根植他们心底的愿景 却始终没有被撼动 我们要做一个人无我有 而不是人有我忧的东西 因为你是一个引领性的产品 从来没有过 也没有人用过 也没有人知道怎么用 就是能够真正解决 行业里面的痛点 那这个的困难 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2018年年底 随着公司核心技术产品 芯片的问世 和传感器的逐步成型 这群近乎执拗拗 追逐科研精神的青年人 终于开始跑通商业路径 以收获越来越多的 奖项和荣光 那些奋斗苦力中的 孤独迷茫 这些切肤之感 也正是青春岁月中的美好 如今的他们 依然在持续向前大胆奔跑 我们其实一直觉得 我们的这个发展 其实是需要能及再往上 去一个提升的 所以去参加这个 嗨库的比赛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是想去落地一个 我们的一个芯片的一个产线 嗨库的这个机会 其实真正的是给我们的一个 就是了解这个 北京在这种高科技领域的 这么一个窗口 真正的感觉到了 就是北京对于吸引这种 全国的人才 创业公司的这种热情 和这种决心 那我觉得在这儿能够去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还是很希望能够去 利用好这个机会 把我们公司再去提高一个台阶 能够让我们更容易地找到 更高端的一些人才 跟我们一起去做奋斗 去创造这个属于中国的 在行业里面第一个的这种机会 如果把创业过程比作一场长跑 今年36岁的谢晨 已经正式迈入了比赛枪响后的 起跑阶段 今年2月 由他牵头的光轮智能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 这就是我们光轮智能 就是北京的总部 北京的总部 对 因为我们这边 还有几个同学 可能中午去吃饭去了 平时反正就挤一挤 其实我觉得挤一挤的状态 还是挺好的 政府其实给我们 还是有不少租金补助 其实我们现在想的 就是说尽量的还是少花点钱 大家相对艰苦一点 简单一点 纯粹一点 但是能够更加紧密的合作 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最追求的点 成立仅仅八个月的光轮智能 就已经开始在业内展露头角 还被北京市政府评选为 北京人工智能数据伙伴 是其中唯一的合成数据厂商 更让人惊喜的是 在这次嗨酷大赛中荣获二等奖 送给二等奖的获奖者们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在嗨酷的舞台上 实现你们的人生的梦想 展翅高飞 因为嗨酷大赛 我认为是一个 大家都特别普遍认可 创业圈都很认可的一件事 我觉得它给我吸引了 很多特别特别优质的 这个投资人的资源 以及市场的这个认可 因为我们在推广的是 一件足够新的事情 它其实也需要一定的 这个市场认可的一个时间 那我认为嗨酷给我们的这个认可 其实让我们去加速 能够更好的让市场去普及这个认知 这个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然后也给团队很强的一个信心 我们在做正确的事 从2020年大赛启动至今 嗨酷对北京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 和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支撑作用 越发通显 四届大赛累计吸引了来自全球 133个国家和地区的16765个项目 前三届获奖项目中 已经诞生了73家专精特新企业 谢晨和他的团队正式通过参加比赛 收到了开放拥抱创新创业 人才高地北京的金铭片 然后我觉得今天就是 就是研发会我就祝您讨论俩 与飞这边祝您过一下 咱们广合选展这块的一个下一步 对吧 然后另外就是陈明儿在线上 然后陈明儿给咱们讲一下 就是说现在敦到敦的 这个最新这些课计的这个 就是咱们有哪些take away 等大家一块来分析一下 创业者谢晨瞄准的是 合成数据赛道 它能解决自动驾驶车辆 训练真实数据利用率低 标注成本高 回环周期长 常委场景缺乏等问题 在国外顶尖人工智能计算公司 和头部汽车公司 担任过自动驾驶仿真负责人的写尘 有着国际首创将生成是AI 融入仿真的成绩 还有着行业内最多次 从零到一的合成数据开发 落地经验 种种成绩的加持 让这个初创公司进一步飞速 我们其实就做的是 这些人工智能公司的数据的杠杆 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现在这些自动驾驶公司 这些主机厂 他们的自动驾驶的部门 他们为了去训练 他们的这些自动驾驶的系统 他们可能需要大量的教材 教材比如说就是 路上它需要去标出来 路上的这些照片里头 比如说这个是红绿灯 这个是车 这个是行人 这个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场景 包括咱们就看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就有一个客户的那个问题 就他们可能把前车的车后面的这个 就是人的这个广告 就识别为一个真人 其实这类的问题呢 都是普遍由于它缺乏大量的教材 来训练它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系统 来让它达到足够高的一个精度 训练自动驾驶系统的教材 实则需要真人 通过标注大量的数据去训练AI 消耗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可能一个普遍的一个自动驾驶公司 或者一个主机场的自动驾驶部门 它每年在数据上的投入 可能在它整个自动驾驶的 研发经费的20%左右 那一些大的这个主机场 可能每年标注的这个成本 可能是在上亿到几亿这样的一个规模 卸尘和团队正是以合成数据的方式 基于少量真实数据 用AI无限生成无需标注的数据 不再依赖人工标注 还可以覆盖一些 类似于行人突然闯入马路 路上出现的不同形态的追通等极端路况 以保证驾驶人和路上行人的安全 所以本质上来讲 我们是用这个大模型 来去为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算法 去打造这个教材 来更好地去培训他们 那要不然咱们就先暂定 就是5号 然后我觉得线上 如果说你方便的话 然后我到时候看看 拍车能不能也一块加入 为了节约时间 中午 谢臣习惯用一碗面条填饱肚子 打不完的电话 敲不完的键盘 时间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 十分宝贵 可他总要挤出时间跑步 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 给他讲了讲吧 大学就一直这样 跑多远 跑反正几公里这样呢 我还是挺倔的我觉得 我证明他挺倔的 还是有一股那个不拿下来 不放松的那个镜头的 谢臣的骨子里有种反叛精神 打小就体现得十分明显 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在喜欢去总结 归纳一些这种就原理性质的东西 来产生自己的这个思考 而并不喜欢去随大溜 就老师给我普遍的反馈 就是不要爱抬杠 然后不要爱反驳老师的观点 他什么班的那个刨根问底王 就是啥事儿这个追着老师问 然后老师也有时候挺不耐的 老师就会这个问问题的 就会问谢臣你还有问题吗 然后这个谢臣说没有问题 老师就不再问了 老师就说谢臣如果没有了 大伙应该都没有了 虽然爱追着老师抬杠 可谢臣的成绩一直是班里第一名 这让老师又欣赏又头疼 但是他可能是想 这事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么走 所以这个 这条题为什么要这么结 为什么不那么结 挺奇思妙想的一个人 因为我从小可能就认为自己不一样 我特别不喜欢就是说 大家都怎么做我也怎么做 我觉得算法算力数据 谢臣的奇思妙想 还体现在强大的创造力和行动力上 比方说用一拉罐 电池 电线焊起来的潜水艇模型 比方说求人不如求己 自己动手组装的第一台电脑 别人眼中的天才少年 却在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那年 突然间受了错 在北大之前我一直觉得 我可能是整个学校最聪明的 学习最好的同学 或者起码是之一 最高的同学之一 到了北大了以后 刚入学我可能就是整个年级 220人里头的排名110名 瞬间就把我打过到了一个低点 就相当于刚入学就是一个平均数 而已 发现很多的知识 其实我周围同学都有学过了 他们可能连大四的题都学过了 但我还停留在就是刚入学 大约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水平 所以这个挫败感还是很 就很长的 有一段的时间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当然这个就也经过了 就自己的一定的这个思考的 这个 struggle 我作为一个北京的这个孩子 我寒暑假其实都没有回家 而且我平时的周末也不回家 我就学到晚上一点钟 看看我到底能够 最终能够得到什么样一个名次 并不是说很多人到了大学觉得60万岁 那当时反而是一个成为一个刺激 你追赶上的这么一个动力 对 我觉得我个人的竞争意识 还是比较强的 从我角度我还没有试 对吧 我还没有真正的坚持去试下去 凭什么就要去认输呢 一番刻苦之后 谢臣的成绩冲到年纪前五 而后顺利拿到哥伦比亚商学院 全奖的博士录取通知 有了目标战斗力随之迅速调成马格 这股子狠劲与冲劲 自然而然能在创业途中 吸引到主动找上门的志同道合伙伴 大概第一次见面可能也就半个小时吧 大概聊了一下 直到他是做跟恒人数据相关的 第二次我就准备了一个 很厚的一个问题集去跟这个Steve聊了一下 然后发现其实他考虑的也挺全面的 包括未来怎么规划 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包括技术上面有哪些是很关键的 他都想过 然后聊下来我就觉得 我应该能够跟他一起 把这件事做出来 你足够有胆量去做一个突破 做一件有想法的事 那么就会有一些人 他看到你在做这件事 我们一定要能够去接触到 能够去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 那我认为这个就是北京所独有的一个优势 那我觉得我们有这个使命 我们有这个义务 对吧 去推广整个行业 真正能够去认可这个技术 能够去认知到这个技术 这样能够帮助整个行业 能够快速地去推动人工智能的 下一代的发展 年轻的创业者 汇聚在嗨库全球创业大赛的舞台 他们在创新高地的北京 正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 我们身属在好时代 你看到更大的世界 更深的秘密的时候 对一个年轻人就是很大的激励 可能做的一件事是 五年以后 甚至十年以后 才会被证明是一个正确的 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当下 其实反而会更难 我认为我们应该有 更大的一个使命 整个行业 真正能够去认可这个技术 能够去把这个下一代的发展 能够去推动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的进步 这是一群年轻人 他们开始把梦想召集现实 这是一群创业者 他们正在用行动 诠释属于自己的青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